演出眷村连续剧而走红的新生代的男星 像杨一展啊还有黄藤浩 两个人好像一黑一白啊 一个开朗一个害羞 把他们上起综艺节目的时候呢 表现都是蛮搞笑的 因为演出眷村连续剧而走红的新生代男演员 杨一展跟黄藤浩 一个是阳光肌肉男 一个是忧郁小生 不过长得帅在剧里面又有深情的表现 连小S看到两个人都很懊恼 自己太早婚 小S跟徐若萱 小S 小S跟大S 小S 她爱你耶 哎呀你干嘛这样啦 早上的表现早结婚了 谁晓得后面还有那么多好肉 这么大的魅力连小S也难挡 倔村题材连续剧播出将近三个月 受到热烈的欢迎 陈一荣为了这部戏还带起眉眉头 每天日夜颠倒拍戏 除了头皮受伤之外 陈一荣还因为长期作息不正常 差点导致更年期提早来临 终于把麦迪跟我妈说 你女儿是做什么的 不要做了换工作 我妈说 因为那时候戏拍到也不好 我妈说不能换 这个工作不能换 已经做到一半 然后那医生就立刻拍桌子 骂我妈说你想她死是不是 然后她就说 我是已经提早过更年期 内分泌失调 因为生病差点退出演艺圈 不过陈一荣和杨一展等人戏剧表现亮眼 现在人气倍增 网路讨论度超高 要休息不容易 幸好过年前戏已经杀青 靠过年期间多多不眠 专人助线委罗佩宇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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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